自律为什么这么难 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好多人都给自己立了很多flag 对吧 然后到最后年初立flag 年尾退费 就这样 这种您怎么解决 那我想说自律这个事 就咱们就先说道理 从道理上边来讲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么去强调自律 其实有一点叫舍本着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认为自律它不应该 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的 自律只不过是我们在实现 那个目的的过程当中 自然达成的一个状态 对 就好比说我喜欢读书 那其实我每天只要有点时间 我就会去看书 然后别人可能看在眼里就会说 这是一个很自律的读书人 对 可是反过来讲 如果我把自律这个事情 当作是一个终极目的 它就有可能会造成 我自己跟自己较劲 有可能我就不喜欢读书 我喜欢听樊老师讲词 但是现在我非要去读 然后在读不进去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的自责 为什么我就读不进去 可能我就不是一个阅读型的 就是靠读书来吸收信息的 这么一个神经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会造成自己 跟自己的一个较劲 所以当我听到一个人说 他说我想自律 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我心里边的想法 我就不是说 我该怎么让他变得自律 我心里边的想法是 我该怎么能够让这个人 他能够在他现有的 这样的一种兴趣爱好 或者说想要实现的 这个目标当中 尽可能的去平衡 他现在的这个工作 和他也许想要去放松 或者想要去休息的 这样一个平衡点 所以最后我给他一个建议 当然这个建议之后 他没有完全采满 我的建议呢 我是让他去说 你可以给自己 在一天当中的某一分钟 或者是一个很小的时间 和空间里边 就是在那个部分呢 你去保持一个自律的状态 那个自律的状态 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但它就是一个信号 一个标志 一分钟 一分钟 就是你只要让自己知道说 我在那一分钟里边 我是能够做到自律的 那我就已经可以了 剩下的时候 其实我的目标 不是要求我保持自律 我剩下的目标 是要求我完成任务 至于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我到底用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或者是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对自律的这个要求 也许我们的这个舆论 也在不断地去强调 这个自律很重要 但真的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像我们在书上 或者是课程里面 听到的那些自律的人 那么严谨地去要求自己 那么严谨地去 我们在书上